阿姨忽然发病 是你吗 你朕以为 你的母妃 是那种没有人性的禽兽吗 不知陛下召见妾身 所为何事 朕听说 你在后宫无故责打宫女 为点小事就斥责女官 无稽之谈 想必是这些日子 妾身整肃宫归 他们怀恨在心 才会编出如此可笑的谗言 自从妾身得了宠幸 一直有人拿妾身 和周王的事情搬弄是非 妾身对陛下之心日月可见 周王对陛下更是孝顺 只求陛下怜爱 严妃 你和朕相依几十年 不管别人 怎么用你们母子做文章 朕只盼着你 平平安安 陪朕到老 妾身也希望 一生一世 陪伴陛下 曹雁德 在 宇和 走 周王不可能继续留在京城了 你去替他收拾收拾 叫他回自己的封地去 以后不奉赵 不许入京 以免再生事端 陛下 为何要把周王逐出京城啊 他没犯错 请陛下开恩 真是为了周王好 与和你等什么呢 想抗令吗 陛下 这么多年 陛下口里说疼爱周王 其实都是骗人的 周王样样不差 陛下为何就没有想过 对他寄予厚望 你根本不在乎他 谁有贱的苦衷 为天子 要顾全天下大局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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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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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换风机已有多年 最近 又为了太子和韩王的事 屡次动怒 伤及到了六府 所以此时 万万不可用猛烈的药 强行刺激陛下醒来 所以微臣的建议是 先用和缓之药 补充陛下的元气 也就是说 陛下还要昏睡一阵子 是 你们呢 也许 用金针之法 先让陛下清醒过来 你能确保陛下龙体无恙吗 这 微臣也只能尽力而为 也就是说 没有把握了 陛下如果出了什么危险 你担待得起吗 你呢 你呢 言太医说得是啊 陛下乃万金之躯 还是稳妥一些才好 这才是老诚持重之言 听 可以了 辛苦愚民宫 于郎君 黄内侍 你这是 草内侍 陛下这几天照令 伏喜郎愚民宫 已经盖了喜 只要派人出宫颁令去 不急 陛下说 暂不颁照 这几份还得拿回去稍作修改 你这就是 胖子 就在这几天 尊力 尊力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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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回来了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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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回来了 阿姨 蓝王只住了几天 阿姨怎么就冰到这个天地了 陛下是风骑骤然复发 突然晕倒的 骤然 当时都是在场 当时陛下在甘露殿召见颜妃 这说着说着就晕倒了 无非 陛下病中被奸臣进了颤颜 在召见我和玉和之前 他已经准备好召立 调动各处进军 架空周王 如果周王失去陛下的宠爱信任 以后就只能离开长安 回到自己的封地了 多亏了曹内侍结束这些密诏 不然大事不妙 奴婢这些年 也只敢在无人处摇头叹气 不敢多言 周王委屈啊 小人们就是眼禅陛下 对周王爱重 曹内侍对我大唐真是忠心耿耿 现在陛下刚病倒 颜妃需稳住大局 安抚人心 还必须小心想趁乱图谋的小人 只可恨圣楚慕为跟周王作对 近蛊惑秦王 而陛下 不幸又昏迷了 如今倒给了他机会 秦王虽受人的小人蛊惑 他不还得回家吗 咱们把大门敞开 等他回来再叫他 让开 我要见母妃 都给我让开 阿姨侯人发病 是你吗 看着陛下躺在那里 颜颜一心 我陷入桃架 那是你八爷 我的父亲 我几十年的枕边人 你真以为 你的母妃 是那种没有人心的禽兽吗 调动长安的将领 是为了防范陛下病重时 有人趁机作乱 把陛下亲手安排的文官系统打乱 又是为了什么 那几个文官官生不好 辩出长安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有几个文官的 它是为了 以后